大家好,我是来自成都的无礼的超级粉丝,我叫苏晓鸥,我是一名艺术工作者,今年32岁,我是从7岁的时候就开始踢球了,因为当时我们是在明南的一个边境,在一个山区里,那边当地的条件并不是特别好,也不像现在的小孩一样,有那么多娱乐场所可以去让我们当时的那帮小孩去玩,所以说当时我们在仅有的条件下就只能去踢球,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喜欢上了足球 喜欢无礼的话是从很多年中超就开始,当时他在上岗的时候,他跟胡尔克奥斯塔一起组成了上岗的一个三大戟,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踢球的这种方式,还有就是无礼他在厂商的灵动性比较吸引我,而且同时无礼也是当时中超,中超除外援以外,就是中超摄手榜的榜首,连续残联练了非常多年, 所以说当时我也比较喜欢无礼,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无礼也是摒弃了自己本身在中超行的名头,当时他已经在中超非常出名了,但是为了完成他自己的梦想,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前往的武大联赛西甲,去追逐他的梦想,我觉得这种追逐梦想的一种品质的话,是非常吸引我的, 同时也在激励中,我身边的这些朋友无礼粉丝还是挺不少的,然后我的女儿也是无礼的粉丝,经常也会跟着我一起去看无礼的比赛,虽然就是有的时候凌晨的比赛还看不了,但是但是只要是我把视频打开,希望我女儿也会跟着看,我女儿只有两岁,我喜欢他的方面有非常多,主要呢,其实还是他对于足球的态度, 他对足球的态度也是能非常强烈的感觉到他的那种热爱和真诚,然后同时呢,同时呢,他也是个足梦者,为了去完成他自己曾经小时候立过的梦想,大家也看过那个视频,就是当他在很小的时候,他说他未来要立足于武大联赛,然后要让自己的身价达到六千万欧元,六千万美元,当时可能在很多年前, 很多人,包括当时的主持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玩笑,但是现在看来,无礼是在一步一步地想着,朝这个目标努力着,奋进着,虽然可能现在这个赛季,咱们看到这个赛季,可能会有些不尽人,不尽如人意,但是呢,无礼还是在努力着,拼搏着,所以说,我觉得他用精神的话,也是我一直支持他的原因之一, 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之一,看过的态度,当时在西班牙人对阵巴拉多利德的,对阵恒大的,以前中超的时候对阵恒大的,或者对阵其他中超球队的,在西班牙人的时候对阵巴萨的,大家都说的比较出名,对阵巴萨的时候,对阵王马的时候,对阵王莉卡洛的时候, 无礼出场的,现在是近,已经70场比赛之内,我基本上每场都看过,除了有那么一两场,是在凌晨四点钟的时候,凌晨四点钟的时候,其他的场子基本上我都是一场没落了,去看过,之前是没有的,就是,之前是一直没有,因为自己有工作原因,之前一直是没有机会去西班牙去看这类比赛的,然后去年是有计划要前往西班牙去看无礼的比赛, 但是大家就知道去年全球疫情,然后我当然的话,就是如果全球的疫情缓和的话,未来还是会找机会去看他踢球的,我也相信无礼,可以在西班牙人立足下去,在西班牙立足下去,能等到我去现场看他的比赛,球衣啊,就是,球衣,照片啊,海报啊,都会有一些, 今年,今年,今年也属于是全球疫情的一个二阶段时期,所以咱们现在的支持方式也只能通过,在试看他的足球比赛,然后有的时候呢,我也在微博里面会发一些他的文章,然后也会在论坛上,也写一些他的一些评论,我是随时散户球迷,我是随时散户球迷,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组织,然后也没有参加任何的一个组织,就是, 是纯粹的一个路人喜欢的一个球迷